因為我第一次開球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over 但是這一次就是直直的 我覺得再給我下一次機會的話 我應該可以站上投球球 這次有特別練嗎 在開球前還是有稍微練了大概10球左右 練的狀況 也是很好 我覺得我今天身體狀況非常的好 對 我就是也很開心可以就是讓這個中心兄弟來做開球 然後更特別的是就是賽後呢 還要做演出 對 然後我也知道那個兄弟的球迷其實都非常的熱情 所以我也很期待可以跟他們一起同歡 就是上次是幫一大新的 對 那這次再回來一次球場沒有不同的感覺 其實多少還是有點緊張 因為畢竟要開球 但是我覺得不同的球場也有不同的氛圍 然後包括現場所有的這個民眾一起 然後關子那都是非常開心的 過去有在那個成泰Corebus當過啦啦隊 那現在看到那個職棒的啦啦隊有沒有感覺跟以前不太一樣 哇 他們的腰都好絮喔 這麼絮的腰 腿也那麼絮 因為我們以前是跳競技啦啦隊 所以是會飛來飛去的那種 所以都會比較壯碩 但是我看到那個兄弟的啦啦隊們都身材很辣 但我們以前也是有漏腰啦 但是大概就漏這麼一點點 但是現場的拉推大概是漏很多 但因為我覺得也是啦 因為讓這個現場的觀眾朋友可以 鼓舞氣勢 鼓舞氣氛 所以穿得清涼一點是必須的 在一起在練習的時候那個球員他有特別提醒你 或者是教你什麼方式 好像只有說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距離要拉多少 就是本來是有一點近 然後後來因為力氣實在太大了 所以就越來越後退這樣子 對 所以目標就是下一次要展開投手球 對 我下次真的是要拚球速了 哈哈哈哈 自己說 要吹下去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今天的這個球蠻值的 我自己也很滿意 自己很滿意 對 然後希望下次可以有更棒的表現 嗯 賽會要在棒球場唱歌以前 我們在棒球場唱過 沒有 沒有 這次是第一次 所以也很興奮 很期待 因為有兩個點要跑 就是也可以跟現場所有的那個觀眾們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可以跟他們握手 我是很期待跟他們相見的 Sophie有球員很喜歡你 就是有一個球員他很期待就是 你可以來唱的 誰 那個 39號的詹子嫻 那他要一起唱嗎 對 那他要跟我一起合唱嗎 合唱雙人枕頭 那我等一下可以邀請他跟我一起唱 他應該會唱我的歌吧 說很喜歡我 然後結果不會唱的話 他要唱雙人枕頭嗎 他要雙人枕頭 或是上新酒店 哈哈 那他有想要跟他說什麼話嗎 啊 說什麼 加油 加油 謝謝你喜歡我 我跟你講 喜歡我就是非常lucky 就是你比賽就是一定會贏 哈哈哈哈 77號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就是 double lucky double seven double lucky 嗯 還有問題嗎 他都會去你的參加 真的嗎 謝謝你 -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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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